我最拿手的應該就是三分球跟切入吧 大家的一個既定影響就是看到我就是會讓我投三分 因為他的優點就是射手 他就是主 如果是空檔的話他都投得進 甚至說他也不用空檔 他自己隱隱隱隱 空間出來 他管節找到了他就投得進 我覺得他偶像才是ray的人才對 很特別一點就是 雖然很容易被對手惹鬧 但是他又可以馬上的做出回應 他就是非常解謠不遜 他很狂 他在場上非常的狂 不管是他的打法還是他的個性 況況好手感一燙起來真的是沒有人攔得住他 抱了一個3-3嘛 然後我是跟另外一隊 我那時候也還不認識 我們打冠海軍打到 連投進3-4克三分球 輸給我們的 然後他們也傻眼 他可能想說這高翼的是誰 結果來問我 然後一開始是上場時間也沒有很多 我就跟翔月說 居然我可以打千發嗎 我沒有打千發我就會打不好 從來沒有學弟敢這樣跟我講話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有一次我們比完賽 然後他賽後就跟我說 學長我有件事想跟你聊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很開放嘛 讓他們跟我聊這樣 他說我可以打千發嗎 打替補我不太擅長這樣 我就說想說你一個高中生 然後來打社會組 敢提出這種要求 可是我會覺得說 嗯好啊 因為我也是很看重他的潛力 就是真的打得還不錯 基本上都會讓我打千發的 我覺得如果你給我擺千發的話 就是給我一個肯定 沒有啊那是自己學長 遺囑復華中學 就是連台南附賽都沒去過的 一路到了台體大 到了公開集 台體大畢業之後 再來去南映 再打了一年公開集 甚至有去年去選秀 雖然是沒有選上 但我覺得這已經是 人生的一個里程碑 他在我們社會聯賽表現也非常的出色 前陣子我們高雄最強的TGF冠軍戰的MVP 去年暑假我們參加傳序碑 他也拿下了全國大專組的MVP 再證明越大的場合他就是會越強 他真的心臟很強 高二到現在 高二高三大學四年 七年 第七年 元老了 就自從他們被你的外線迷到一次 已經看過那個球隊來來去去很多了 第一批就是一開始一起進來負名的人 子俊也是就是在場上跟場下有點像是不一樣的人 比氣會比較衝一點 開始跟他配合的時候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也拿了不少三對三的名詞 我覺得跟打假英那個感覺是很像 雖然說沒有像假英那樣子的演戲 或是在之前只是想說 假日可以維持手感 遇到後面之後 我們球隊就成長了 那勝負率就會越強 我們美姿社啊 台塑啊 你就會很想要去贏他們 就是證明說其實我們年輕人也是可以的 你知道嗎 目前還在證明 社會組有社會組的魅力在 就跟他拼體育啊 因為你經驗就是輸他 然後如果球技可能差不多 那剩下就是看體育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都是覺得很年輕的那種 你看每個人都飛來飛去啊 跑來跑去 這種賽制真的太遠了 那一開始就把強度拉到最高 你會不會就會沒有力 可能中間的時候吧 那強度會突然拉到一個 大家那個時候都很用力在撞啊 在切入幹嘛 我們家是兩個禮拜練一次 所以會有兩個禮拜一次團練 剩下就是你要自主 我們有菜單 你要照那個菜單去跑 對方把你守得很好 讓你頭不好 或是空檔沒有很多的話 要怎麼去解決 我也會自己想辦法克服這些 分後衛 然後也可以做一個控球的角色 那通常都可以切入之後 吸引到一些人來做報價 他可以分球出來外面 那甚至說我們其他隊友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又可以在外面 外線做一個定點射手 海神的那個 Blakeman 也是很小隻 可是他可以在那種 職業場上一直穿梭 然後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你還守不住他 很喜歡看他打球的樣子 就覺得 如果他可以的話 為什麼我也不行 剛剛讀了三間 一開始先去高院 就去讀訓練班這樣 其實沒有我想的這麼簡單 就轉去星光 我高院是讀一個禮拜 星光讀了半學期 然後後面就決定轉去富華 原本沒有想要打球 他們也是有球隊 就是社團 就問我要不要去打 要升上去的話 就比較困難一點 就除非你真的很出色 但是我覺得我那個時候 沒有特別的出色 所以我就打退堂鼓 不要抱這麼大的期望這樣子 不然 我會更容易失望 我還是會比較偏現實方面去想 體大已經畢業了 打社會組了 有一些難硬的 跟他們開玩笑就是 我去讀一下這樣子 再讀一年 再讀一年 算半年這樣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那個 假衣舞台那個氛圍 比如說有觀眾啊 電視轉播嘛 平常不會有這些機會 聚光分下來那種感覺 我第一年打假衣是大二的時候 那時候出場時間比較少 然後到大四的時候 上場時間也沒有到特別多 想說如果我去難硬的話 上場機會比較多 比較放得開去打 正絕絕 對 正絕絕 我覺得那一球已經夠了 對我來講 就已經值得了 值得我多打這一年 在體大的時候吧 學長學弟他們的能力都比較好 比較出色一點 我自己的努力可能也不夠 上場時間沒有到太多 就覺得比較 挫折的就是 比較常坐板蹲坐板腳 只是心裡還是會比較低落一點 還是要看自己怎麼去挑試 他很容易被情緒控制自己的行為 每個球員面臨著 關卡都不一樣 有些人是球技 有些人可能是身材 有些人是心態 他如果能控制住他自己的話 他一定會是一個 更了不起更厲害的球 從高一他在星光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 然後到高二 我正式的讓他加入負民 有自己的關卡需要度過 我也盡量再努力幫他 度這個節 但是這七年過去了 就是只能說有變好 還不到我覺得理想的狀態 但是我非常的疼愛他 他就是我自己的地比 我們第一次打了 不要把期望打太高 每一站都可以進四強 我希望每一場比賽 大家就是看到 負民其實也不是很好打 讓其他人看到 我們是可以畏懼的那種感覺 那麼久以來 還沒有籃球之外的事情是 一做就做這麼多年 所以最擅長的一定是籃球 打球的時候 一直都會是很快樂的狀態 我覺得子俊就像你身邊 任何一個打球很厲害的朋友 相對擅長 卻也不到得天獨厚 真實人生沒有那麼多熱血 激勵人心的故事 在不同階段遊移 搖擺不定 應該是更多人的寫照 當然想起這些年經營頻道的過程 現實就是 沒辦法在堅持原則的情況下 獲得足夠的收益 除非沒有其他賺錢的方法 否則倒也不是什麼悲傷的事情 只是你得誠實以對 台灣很多浪子回頭類型的故事 噪音與球員在某個階段 剛好具備一定的天賦和條件 大環境灌輸現成的夢想 那也許不是他們的心知所向 應該說 無人知曉 因為我們的教育 不鼓勵思考 喜歡去脈絡話的說 選擇比努力重要 之前的影片提到 今年日本籃球的成功 挑戰的思維大於學習 他們相信自己和努力 大於相信一些機緣巧合 我想不只是把握 我們其實都擁有創造的能力 只是這些都從相信開始 以年為單位的摸索和累積 我相信的是沒有白走的路 特別是作為一名寫作者 你必須取得某種資格 接下來 只要把它寫出來就好 回到籃球的部分 我可以感受到 相約對子俊的重視 並且把毅然的情緒 視為劫難 先不論吹判合理性 不管是桃園站 台北站 還是台南站 關鍵時刻的犯規問題 絕對是傅明需要跨過的一個坎 其次就像子俊自己提到的外線 不管是3對3或5對5 小個子一旦沒有外線 就很容易沒有存在感 甚至輪於被打點 從季前開始的這個訪談 我抱著樂觀的心情 想說一座分戰冠軍 應該沒有那麼難 結果轉眼間 只剩下三戰了 近期我的觀察是 由於人員異動 裕軍從傅明畢業 傅寧同時在參與望寶的行程 導致默契上有些卡頓 進攻找不到主軸 好消息大概就是 瑞千表現穩定 禁區持續補強 戴偉也越打越有存在感 如果說瑞千和傅明提供基本盤 我認為戴偉的表現 可能決定球隊的上限 而爆爆王子俊 就是那個X英子 賽季進入尾聲 如果大家對3對3還是有點陌生的話呢 不妨藉著這個機會 跟導覽員一起 持續關注傅明的比賽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按讚 訂閱 加分享 也可以注意中我們的臉書粉絲團和IG 我是各位導覽員 籃球博物館 我們下回見